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不使劲抬头我都看不见上面的风挡玻璃 可以感受一下我身高1.75 我在下面我觉得自己特别渺小 整个箱体为断桥隔热的结构 箱体三明治的厚度达到65毫米 真正的可以穿越无人区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它整个轮胎 它这款车它是一个全是8区的车型 总共有8个轮胎 但其实并不是8个轮胎 还有一个轮胎隐藏在车尾部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轮胎它是一个全尺寸的备胎隐藏在这个位置 同时这款车前后都带有脚盘 可以方便我们脱困使用 这上面这里其实是一个升降架 它可以放置摩托车 也就是说我们开这款车出去玩 还可以自己带摩托车 它整车重量达到了23吨 它油箱就800升 接下来我的驾驶室带你们参观一下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驾驶室的高度 我身高的是1米75 我把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居然不磕头 但我正好可以在这个门下方 我感觉我要是开这个车出去 可以看到所有车的车顶 那么这款车它必须要A本才能驾驶的 当然我也开不了 不过这个车我一上来 首先它这个减震座椅就非常的舒适 它是一个气囊减震座椅 它的功率达到540马力 它的扭矩达到2500牛米 相当于它搭配的是12.8升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一款12速的越野模式的自动变速箱 同时这款车还带有七把锁 它是有四个轮间锁和三个轴间锁 那么它是一款全十八区 就是八成八的一款车型了 我感觉可以通过任何的路面都没有问题 那么驾驶室这里它是可以乘坐两个人的 整车它合在六个人 在车厢内部还可以乘坐四个人 一会儿我带大家到车厢里再看一下 那么如果说买了这款车以后 没有A本怎么办 可以雇一个司机 司机晚上就可以睡在后方的这个位置了 我现在在的这个沙发呢 相当于就是我们平常房车上的一个会客区的位置了 那么这个位置呢 大家也能看出来它是可以变床的 你看这个桌子是可以往下降的 像以后是整个呢 就是一张非常大的双人床的位置了 而且呢上方这里还有天窗 天气好的时候呢 景色肯定非常的美 前方这里呢 还配备一台这个索尼的夜镜电视啊 方便我们观看 这里呢是一个西门子的咖啡机啊 上边这个位置呢 它这个锁纸按钮特别有意思 你按完一下以后你并不能打开 你还得再转一下 才能把它拧开 然后里面呢可以储存一些 饮料啊食物等等 那么还有一个设计我发现特别好 它把所有的遥控器呢 全都隐藏在这个位置了啊 正好有一个遥控器的固定槽 下方这个位置 其实呢内部隐藏了一台洗衣机啊 所有的控制面板呢 基本上呢都集中在这个位置啊 比如说有什么水箱表啊 暖风锅炉的开关啊 逆变器啊等等 车内呢带有8000瓦柴油发电机 还有呢8000瓦的逆变器啊 总共呢配有750安时的24伏的锂电池 也就是说呢 它的电量啊非常非常的充沛 车内呢有750升的清水箱 9000瓦的柴油热水锅炉 还有呢45升的热水器 可以供我们使用 这边呢就是两个储物柜 下方这里呢它是一个烤箱啊 是一个新门子的烤箱 那么咱们再来看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这个餐具柜 可以在这里放置一些餐具 还是感觉非常高档的 下方这里啊 我猜到它绝对是冰箱了 咱们把它打开 对果然是冰箱 冰箱里冻着这么多羊肉片啊 是不是要涮肉吃啊 这个冰箱呢总共是250升的啊 两开门的这个冰箱 而且呢也是隐藏在这个柜面里的 这一侧呢就是它的这个厨房的区域了 这里呢有一个这个洗手盆 然后另外一侧呢是它的电磁炉啊 整个空间特别的大 上方这个位置呢还配有一台车油烟机啊 可以在这里使用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厨房下方的这些啊 储物的柜子 这边全都放着餐具啊 而且特别的整齐 它这个餐具呢都有这个餐具架啊 这样的话开车过程中你也不担心颠簸 然后把这些餐具碰坏 然后下方也是这样 看起来特别的好 我觉得这我见过最豪华的厨房了 这一侧也是特别整齐 然后这边都马放着一些刀具什么的 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它这个卫生间了 干湿分离的 而且里边呢看起来特别的整洁 那么这一侧呢就是我们这个正常上厕所的区域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洗手盆 然后下方呢都是储物的地方啊 我们看这个马桶 陶瓷电锡马桶啊带加热和喷水的功能 同时呢配有啊110升的黑水箱 带液位感应器和电动排污泵 这淋浴间真特别宽敞啊 比一般的拖挂式房车上的淋浴间呢都要宽敞 那么在这里啊绝对可以洗个好澡啊 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车上的水箱非常大 刚才给大家介绍过750升的清水箱 主卧室这里呢感觉啊 同样和外面一样都是这种银色的这种饰面 看起来呢也是非常高级有品质感的 它是一张呢2米乘以1米5双人床啊 这两侧呢都有这个通风窗 还有储物空间和一台电视啊 在这里呢绝对可以睡个好觉了 这个主卧室呢其实啊和外面呢它是封闭的啊 这边有一个门 如果我们一眼休息的时候呢 直接把门关上就是完全独立的一个空间了 直接从这个楼梯呢就可以啊 上到二楼的天台了 还是不错的 但是因为它没有开放 所以现在呢我们是上不去的啊 这个有一些遗憾了 可以给大家看看图片啊 天气好的时候在天台上小气一下 真的非常的舒适啊 这款车啊我就带大家简单的参观完了 这车呢据说啊它已经售出了 现在已经是一个车主的车了 它的价格呢是998万 就是将近1000万的价格啊 不过内部是真心豪华 再搭配它整车的这个12.8升的柴油机啊 540马力2500牛米 同时呢它是一个8乘8的 全是8区的底盘 而且还带有七把锁 这样的话呢真的实现了我们 又能住得非常舒适 又可以呢出于越野的心情啊 今天我们参观了一下有钱人的生活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了本期房车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对更多的房车内容感兴趣呢 欢迎持续关注房车情报啊 会给您带来更多更新奇的房车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